经陆凯的介绍 紫面金刚 甲徐良王顺 和钱万里 这才投靠了范继华 但是王顺这个人 心挺重 他老叫着 无功受禄 勤势不安 虽然说范千岁 把我们收下来 对我们挺好 但是我什么没干呢 挺大个子 就在这吃闲饭吗 他跟钱万里一商议 咱们便白来 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什么事情 刺杀包的人 因为啊 他们听范继华 口里口外 对包的人不满 如果有包的人在着 范继华难以抬头 似乎这包的人 在东京 一手遮天 他们两人 暗下决心 这才有段书 叫双行刺 结果事情不巧 正好碰上 金晶好斗 梅良祖 他们的密谋 被梅良祖发现了 结果没有行刺成功 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 回到范府之后 陆凯就再三规劝 说你们二位 不要操之太极 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 别看开封府的官人 都远在塞北 但是他找牙甚多呀 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 有了合适的机会 再下手也不吃 就这样 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 每天没事不出门 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 他们住可不白住 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 这王寨就盼着 天德王黄伦成功 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王打尽 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最后阎王寨是一败徒弟 徐良他们 塞北是大获全盛 这王寨来了个狗鸡跳墙 向范继华提出 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 我要给我爹 给我伯父报仇 给您老人家出气 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因为我长得像徐良 我打算到皇宫里头 做点大事情 给徐良栽赃 一开始啊 范继华有点害怕 认为此事不妥 要捅了马峰窝怎么办 后来经过王寨再三的解释 范继华才答应了 就这样 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 一入皇宫 把杨娘娘赐死 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 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 连皇室这条命也保不住 做完案以后 王顺就回到王府 在这一米美甘东地方 他们以为呢 这个葬栽得非常结实 徐良准死无疑 一开始 真跟想象的相似 徐良被定成死罪 投入刑部大牢 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 去看看热闹 结果以后时辰大海没信 再一打听 徐良没定死罪 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 王顺就有点着急 王顺想这怎么办 徐良要真不死 我不白费劲了 他让赵凯 和海利凤孙青 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 究竟能出什么变化 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 被人就发现了 赵凯当场被拿 海利凤跑回来了 跟王顺一说坏了 赵凯叫人抓住了 紫面金刚王顺 深恐赵凯吐露实情 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 故此他赶本开封 一标 把赵凯打死 杀人灭口 他食指望这个事做得严密 可没成想 让徐良一仰手 打了一支袖剑 正好走他腿肚子上 他是忍痛 浮伤而逃 结果让徐良把他追击了 没办法 他就逃回安乐公府 有一线之路 他不忘回来跑 他怕引出麻烦来 结果这一回来 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 外边这一搜查 范继华吓得昏不附体 就埋怨王顺 不应该冒险 你非派人去看看什么 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 这要把你们搜出来 我可担不了责任 王顺他伙就说呗 您是范天岁 德高望重 真额袋连个开封府 你都挡不住 你有充分的理由 拒绝他们搜查 这范继华就顶着 左一次顶右一次顶 结果包的人出头了 他实在顶不住了 为什么 耽误很长时间 他没敢露面呢 他们正捣鬼呢 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 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 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 这是个密室 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搁着 有一页之路他不动用 今儿个逼急呢 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 认为这万无一失 结果被方书安发现了 非搜不可 最后又烧辣椒 又点火 把这帮小的给呛出来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事到了现在 顾命顾不过来 还顾谁呀 范继华呀 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 咱们书接前文 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 到了院里头 一瞅着徐良 他们一切全忘掉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啊 胳膊膊咬碎牙关 眼眉都立起来了 姓徐他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今天咱俩分上下 弄高低 咱是绝一死战 啊 个瓦巴绿球球 你想不死战也不行 今天三些人 非给我爹爹 报仇学恨不可 为了仗打的干净利索 徐良回过身来 冲蒋平斩召 大伙一白手 老乔辈 弟兄们 我在动手的时候 不希望你们帮忙 往下推 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 乐意单打独占 众人哗啦吵 往后一退 把场子晾开了 这个王顺也不示弱 牛向回头 眼望千万里众人 老前辈 各位 听见没听见 今天我跟徐良 要单打独斗 各位 谁也不准插手 他们的人 也往下一退 这场子 可够宽敞的 紫面金刚 王顺 拽出那 假牌的 金丝大环刀 斜身绕布 两眼放着胸光 叮哩溜 身形乱转 奔徐良就来了 徐良也并喜宁神 手下金丝大昏斗 两只眼睛盯着他 两个人转来转去 转去转来 往跟前 一凑 就碰在一起了 王顺 蹦起来 就是一刀 这一刀 恨不能把徐良 批为两半 徐良 往旁边一闪身 用金丝大环刀 一压他的刀 王顺 知道不好 徐良那时候 宝刀 碰到自己刀上 刀就得折呀 赶紧抽刀 使了个国脑藏头 抓一刀 奔徐良的脖下 老金赶紧 使了个锁梗藏头 刀从后背掠过 就这样 两个人站在一处 等身上手的 徐良一看 这个假徐良 跟有两下子 难怪我爹爹 老哥仨毙命啊 哎哟 这小子 这个招数 这都是上三门的 这谁教给他的呢 徐良心里纳闷 那究竟王顺 跟谁学的武艺 怎么个经过 徐良并不知道 王顺也没报名 也没跟他说 因此老金 疑惑不解 简短解说 两个人一身手 八十个回合 没分输赢 那就得说 王顺不含糊 第一样吃亏 刀不如徐良 第二 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 不如徐良 邪不勤政啊 你徐良是怎么回事 光明正大 带着官人来抓贼 他怎么回事 现在有一组 微距的心理 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能跟徐良 打到八十个回合 这就不简单了 王顺打着打着 偷眼一看 不由得暗中赞叹 罢了 我恨徐良不假 但是今天真身手一筹 比我高啊 怪不得我老师 老师对我报仇的事 放行不下的 看来我师父有远见 说的对哦 我再要跟我师父 学个三年二载的 再报仇才能有把握 现在还差点火 这王不服高人有罪 王顺又一想 今天的事情不能恋战 一会儿军队再来了 我更跑不了了 干脆速战速决 我会弄些暗器 我不使唤干什么呢 想着这他虚晃一招式 抽身就走 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 呆 徐良 你果然厉害 牟家不是你的对手 再见 我不陪着了 往下一杀身 拉了个败事 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 徐良加刀载后的就追 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 把大刀交的单手 拽出三支镖里 一回身 三支镖里出来 这叫英文三不过 啪啪啪 被徐良的脑门 耿嗓和谦心 徐良是干什么的 专门打暗器的 一看王顺一拉败事 他就住了一了 总之这小子要扔零碎 老心愚愁裹不出所料 镖来了 徐良一想 我要泛泛的躲开 那算什么能呢 他还玩了个票 奔脑门这支镖 他用大环刀的刀背 啪 给蹦出去了 奔心口这支镖 他把左手轮开 啪一巴掌删掉了 唯独奔耿嗓这支镖 徐良一不躲 二不闪 把嘴一张 把标签给掉住了 就这一手 神仙也办不到 嘴要张碗了 把牙给揍掉了 张枣了扑过去了 非打死不可 这个火号就掌握到一定程度 打暗器不打得炉火村青 依然能有这种地步 再看徐良 把标叼住 把脑袋一轮 那意思 还给你 这支标一转 被王顺来了 王顺一见手 魂不附体 哎哟 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 我不行了 脑筋一流号 就这么一愣的功夫标到了 正打在肩膀子上 毕竟这个嘴 他不低手有劲 打上也就一寸多深 腾的紫面金刚 王顺一皱眉 哎哟 这支标落地 索性王顺的标也没毒 要有毒 就这一下 他也活不了 徐良一看 打中了 打电步 跟身过来 轮到就砍 王顺八眼一闭 我命休矣 在这一刹那的 想很多事 伯父 爹 我找你们去了 愁没爆料 跟你们一块去吧 可就在这时候 把不登工草上飞 千万里 一看不好 柔就蹦过来了 也没跟徐良打招呼 无一掌就砸 直奔徐良的后脑海 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 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 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 徐良一听脑后 恶风不散 赶紧收招 锁梗藏头 往旁边一蹦 撑 出去一丈多远 千万里是一掌砸空 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 方才有言在先 两个人单打独斗 别人不准插手 其实这帮贼呀 说话向来不算数 千万里看着王顺要死 能袖手不管吗 这老家伙 厚着脸皮望上一蹦 徐良啊 好小子 你太猖狂了 来来来 老朽跟你大战八百合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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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双掌一个劲进攻 你看这千万里这个能力 比王顺可高 这是成了名的剑客 只是岁数大点 气力 有点衰败 要论精华 比徐良子在一场 也不在一下 他想要空手多刀 可徐良方在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 已经累得够小的了 再跟千万里伸手 这利领头显着就不足了 拆官队里就急坏了方树案 方树案你看 他先拉开瓶子 这怎么办 看这一丝目 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 我得助他一臂之力 方树案赶过去 他那小片刀 他一尺多长 上乘腰腰 还没有一斤尘 到那就得死 他是不吃这亏的 方树案呢 鬼点子多 脑筋一转想起一件事去 抽身就走 奔跨院 到这干什么呢 原来在搜查贩府的时候 方树案发现 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 攻城 环卫高峻 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 和两大堆沙子 那沙子 都经过 啰啰过之后 非常细 方树案就奔沙子堆来了 手里也没别的家伙 他就往脑袖里装着沙子 两脑袖都装满了 拽着袖子口 他一转身就跑回来了 见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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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近人群 他一看 徐良还跟千万里打着呢 方树案找了个上风头 高声呐喊 干老 干老你往旁边躲躲 我有事 他这一喊徐良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为这有人 要用案件伤自己 赶紧徐晃一抖 往旁边一躲 千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一愣 就在这一宫 就见方树案往前去蹦 把俩绣统就甩开了 土炮 这招有多损 千万里也搭着上了点 年纪眼神也不得劲 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 这头一土炮 打了可怜 眼睛也迷了 鼻子眼嘴里头 耳朵眼里全傻子 一愣的时候 徐良就到了眼前了 你想这是关键时刻 老星能不下死手 把大魂刀往空中一举 咔嚯嚯的一道士 斜肩铲背 把千万里批为两半 大伙一看这个乐 听说这方树案大脑袋 真有点鬼脸子 这玩意叫土炮 真好使用的 帮了徐良的大忙 千万里这一死 这群贼的心 刷了就凉了 紫面阎王陆凯一看 是大势已去 冲着紫面金刚王舍 喊了一声 风琴扯 他们都是江阳飞贼 到了这阵子一玩命 说什么也得往外出 杀了一条雪路 奔都北方向就下来了 这王顺厉害 你别看他受了点伤 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 冲出了笼子 谁也挡不住 碰着那死 挨着就去王 离得近了 就拿刀砍 离得远了 不是袖剑 就是石头子 要不就是标 啪啪啪一打 开了一条路 他跑出去了 结果这几个贼 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 愚者众人 全死在乱军之中 徐良一看 仇人跑了 能干吗 扭转回身 奔蒋平 江四叔 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 我说非追他不可 上天入地 我也得把他抓住 多多拜托 我走了 梁子你咋的 你不能一个人追 咱们商量商量 徐良连听也没听 头都不回 再后就下去了 那么说别人也跟着 跟着没徐良脚快 头像这紫面金刚王顺 能擅跑了吗 急急如丧家之犬 茫茫似漏网之鱼 他都玩了命了 要挽走一步命没了 紫面阎王陆凯 那是个大肥贼 腿上的功夫够多高 等跑出饭府 就好像离贤之剑一样 眨眼就没影了 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 这帮人想追 等到街上一看 踪迹不见 把蒋平急得当当之跺脚 这这这这 哎呀梁子 好了 心说他先追吧 这一大堆事 能人先不管吗 情势包的人 马上把范继华 立居所带 请旨定夺 把饭府整个给抄了 他们奏命了当今天子 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 任宗经过调查 确实无不由的火望上状 心说范继华呀 你们老范家 虽然说有功 你们也不能够造反 闹了半天 高串肥类 做些药案 朕爱妃被害 都与你有关 我岂能容老 本想传些旨意 把他万华凌迟 后来又一想 不管范继华多不对 范继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 经过再三斟酌 笔尖一逛荡改了 给范继华的官职一路到底财产充公 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 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 他这个事不必须说了 开封府的人也忙活坏了 一方面收尸 另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 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 光阴四见 徐良一追三天没信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徐良也没回来 把大伙急得是火上房啊 蒋灵里外晃脑袋 良在良在 成于不成你到回来送个信啊 小子没跑哪儿去了 又过了三天 还是没信 徐良失踪六天 包的人也上了火了 人们有一种预感 徐良凶多吉少 这孩子也太命了 报仇的心切不听归圈 一个人追了 有那么句话 败将不可追 追来追去必吃亏啊 狗急了还上房呢 这徐良跑哪儿去了 为今之计 就得分头雄找 把老兄的下落打听出来 还没等大家动身呢 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 来了女眷了 俩老妈 俩丫鬟 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 从车上下了一个 轻衣的女人 青色眷怕兆头 抬着青色的斗篷 里面也是一身轻 这女人 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 命人到里面一送信 是陕西来的 陕西三千户的 姓严 叫严英云 人送绰号 雅霞女 蒋平爱护 展昭一听 哟 你看这事 雅霞女 燕盈云是谁啊 是大刀镇陕西 严正芳的姑娘 徐良的未婚妻 前文书咱说过 徐良在三千户 打虎招亲 两个人定了亲了 由于当时 公务都忙 婚期一再妥厌 至今 也没拜堂成亲 那徐良二十四估还行 这姑娘那么老大 没法再等啊 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 一再来信催问 徐良 就说这么公务忙 那么有事 下半年吧 年底吧 来年吧 还在拖延 老头子一想 不如叫女儿去的 咱们练武的家庭 也不在乎这些 让姑娘亲自找着 展昭和讲评 问问这门回事 究竟怎么的 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 如果实在不行 你就住到开封府 在那等着 严英云也乐意这么办 这才收拾东西 带着丫鬟婆子赶帮开封 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 开封府正出事 严英云车子停下了 有人往里边一送信 爱护众人接出来 爱护跟严英云还开玩笑 一见面就叫三嫂 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 严英云脸一红 凶大 你三哥现在何处 我爱死了 我爱 啥大 您先甭问 道理不再说 吃完了喝完了 咱慢慢讲 他说话吞吞吐吐 就引起严英云的疑心 雅侠女这么一看 一个个都愁眉苦脸 就知道出事了 当然也不便追问 下了车往里走 路过跨院 严阴云用眼角一掃 怎么有临棚啊 李温怎么还摆着棺材 谁死了 他没想到徐庆他吗 他本能的想到徐梁了 严英云 柳梅倒树 兴言冤翻 一把拉住爱虎 老兄他 咱们是自己人 你可不行瞒我 究竟你三哥 出了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仨子 我没说 等吃完了再说 不 你要不跟我说清 连门我都不进 你倒快说呀 爱无万般 无奈才诉说 真情 嗯 嗯 嗯